近日,据印度时报发表文章称,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的第五代FGFA战机,有望在近期落实。 未来,印度空军将采购至少154架五代机。 因此,有军迷表示,中国歼20战机的最大对手可能就是FGFA战机。 俄罗斯不断将新型武器出口到印度,这一行为令军迷彻底心寒了。 俄罗斯和印度联合研制五代机的项目由来已久,早在2000年两国就进行了接触,但直到2007年才签订项目的政府间初步协议。 约定以T50为基础,两国联合研制第五代战斗机,项目金额为120亿至350亿美元。 计划在2015年首飞,2022年之前装备印度空军,印方称之为FGFA项目。 印度无疑是极有上进心的大国,在上个世纪就成功研制过HF-24低空高压因素攻击机。 最近自行研制的三代机,LCA也开始装备部队,可见其航空工业有一定的实力。 因此,印度有一定底气计划在FGFA项目中承担较多的研制工作,包括轻型高强度复合材料、机载计算机、导航系统、驾驶舱舱显示器和刺备系统等部分的研制。 FGFA项目相比俄罗斯自用版T50最大的差异是双座型。 其实不只是T50、F22、F35和目前的歼20、FC31这些五代机都是单座型。 FGFA不但标新利益要有双座型,而且印度在项目之初计划采购214架FGFA中48架是双座型。 双座型占比之大,显示印度人对五代机的理解和实用颇为特殊。 不过在2012年,印度空军参谋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将FGFA的采购数量下调为144架,而且全部为单座型。 因此,印度是否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甚至是唯一装备双座五代机的国家,依然有待观察。 T50是2010年首飞,计划今年装备俄军,相比2011年才首飞,2016年已经开始装备部队的歼20,进度较为落后。 等到现在还在扯皮的FGFA装备印度空军的时候,相信我们B状态的J20已经成军。 以额印的技术水平和T50的底子,FGFA无论怎么改,都无法与哪怕A状态的J20在对抗中获胜。 但对于刺激巴铁和我们联合研制低端外交版五代机,无疑是一种利好。